现在网路非常发达 所以交易美股 其实是不会很麻烦 那刚才赵婷有提到说 其实因为投资美股 它的股息有刚才30%的税 相当较高 但是因为美国的企业 不太喜欢发现金鼓励 所以其实那个 你也不太会被磕到 像Amazon它基本上 也不太会派发现金鼓励 那像Google他们的母公司 其实也不配发现金鼓励 即使苹果现金鼓励 殖利率也非常非常的低 会有领过 然后有被扣税 会有一点点 但是一般人他这个税 他涨那么多就算了 对啊 涨得够多就算了 但对一般的小资族来讲 应该更在意的是 那个手续费 那个费用到底会不会很高 比交易台股还高很多 那我们这边稍微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是有 20万左右的一个资金 20万左右的资金 台币就好了 我们用20万来当作一个单位 那如果你是去买一档美股的标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标的 那如果你是采用我们说 刚才所提到这种 付委托的这样子的方式啊 跟你到海外证券去开户啊 它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费用 一种叫做汇款的一个费用 然后一种叫做那个手续费 那如果你是用海外的证券账户的话 你会有汇款的费用 那一笔大概就是600块左右 但是如果采用付委托 是不会有这个部分 那手续费的部分啊 其实在海外的券商是相对较便宜 大概只要90块到210 那数字多漂亮 而且不管是多少一笔嘛对不对 对就是一笔 哦这个要注意哦 因为我曾经发生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台国内付委托的时候 我有一天买那个Facebook 那我就是想说试试看 我想说试试看 结果就是都买一张一张一股 对他就他每一股都收我 对啊那个成本会非常非常高的 那是一笔一笔算的 对他都收我25块美金 还15块美金的手续费 就一股就要 所以你其实你买 所以我后来算的 你如果在国内付委托的话 你大概要买到80万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手续费是可以 99%听不下去了 听不下去了 没有没有 可能是因为使用券商不一样啦 我使用券商不会有这么高的门槛 这样表情就很明显 我刚才上面这个就是你一档股票 就是你一次买 然后你产生的如果是用付委托的话 你的费用大概就是落在690到810嘛 但是如果你是海外的话是比较便宜 是450到600块 付委托是比较便宜 付委托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一次啊买的是 原本一档比较低 你要把它分三次买 付委托的成本其实就会 大幅的上升了 反而海外的这种会大幅的下降 你看付委托的一个成本 就会拉升到1300多块 那如果是海外的券商的话 就只有870到1230 所以其实付委托 其实如果你是要多次的在交易的话 其实你的成本会比海外券商还要高很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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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